好 兩個對照 你看我記憶力好不好 不錯 兩個對照 陳委員 是這樣喔 我先提醒你 你剛才說一篇很美的態度詩歌 散文 前紐約州長Mario Cuomo 他有講競選向詩歌 執政才向散文 所以不是散文 是詩歌 好不好 每個定義不同 兩個對照 你剛才提議 為什麼他忽然間改變 他本來是想態度的 現在又要前進啊 要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在他的腦筋裡頭 並沒有矛盾 因為當然是為了選舉 為了選票 把它極大化 但是他是說 如果我們要中國這一塊 裡頭好的東西的話 我跟馬英九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我比馬英九 有三個地方起碼不一樣 一個就是說 你會犧牲主權 會犧牲自由民主 第二個你是只有中國 沒有別的 所以你是有中國 運氣好的話 還走向世界 我是多元的 我是包容的 從很多 如果中國飛機不夠的話 是從外面包容進來的 我覺得這是很不太一樣 還有第三 你碰到中國 就矮了半解 我是不會的 我是堅持原則的 我不會被公屈膝的 這個你都聽不出來 它的差別在這裡 你有成見 真的會有這樣差別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 熊不熊 熊不熊 剛剛的說法 跟他當年的四個如果一樣 太勉強了 因為我是在分析他的講話 我不覺得 做不到吧 你講能夠做得這樣太好了 你做得到嗎 他不是 他根本就認為 既有的ECFA 是用犧牲主權去換來的 那所以他上台就是說 ECFA我要重新談判 因為我的田蹄要推翻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會 他怎麼保證 他如何保證 所以沈大老剛才 他的整個分析裡頭 第二個 他為什麼說 我覺得我要多元包容 有更多的新的市場 因為他用了四個字 叫依賴中國 他用了四個字 所以他根本就 我講就是說 他不要依賴了 他要降低台灣 跟中國大陸市場的出口 他要帶中小季 也到世界去談判 開發新市場 您不講得很清楚嗎 沒有錯 所以根本不是什麼 他要跟中國大陸持續進行 所以跟今天講的話 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講過 其實我們對中國大陸 現在的出口是40% 這40%裡頭 其實有將近三分之二 我們不是賣到他的市場 我們是用人家的勞動力 然後最後出口到歐洲跟美國 所以呢 其實很多人搞錯了 說我們依賴中國 對不起啊 我們依賴美國人 我們依賴歐洲人 所以今天經濟 才會倒楣到這個地步 中國大陸是幫我們打工的 你會說你依賴你家裡的費用嗎 你會說你依賴你家裡的用人嗎 其實中國大陸今天的勞動者 跟我們台灣廠商的打工的這種 在家裡頭幫你幫用的人 是差不多的 那基本上呢 我們最後依賴的是歐洲跟美國市場 那當歐美訂單都沒有 中國倒楣 我們倒楣 然後呢 我們就跟日本的採購也減少 日本也倒楣 所以全世界都倒楣 所以我基本上會認為說 他說我要我要 我要拓建新的出口市場 那我就從經濟的角度來請問他 你講的是中國的13億的內需市場 你要去拓展 還是指勞動力 那你勞動力指的是哪裡 指越南 越南天天罷工 那指巴西 你管得了巴西人 印度你有能力嗎 還是你覺得你跟北韓 現在金正恩死了以後 你有特別的本事 可以去使用北韓的勞動力 那如果你講的是中國的內需市場 你講的其他的出口市場是什麼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一個政權他要上台 他要執政 他其實 我其實基本上 我會覺得說 政黨輪替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一個政權 如果你們大家看到的 都是權利 上台執政就是 我可以去做部長 我可以去當院長 你有沒有想過 你做官之後 老百姓得到的是什麼 所以蔡英文 她自己一定要記住 她的所有兩岸精英政策 跟她空口 沒有說出具體內容的 新出口市場是什麼 她一定要有具體的一個方案 有十足的把握 否則她光是在那邊說 反對中國 否認九二共識 以及空洞的什麼台灣共識 最後的結果 是整個台灣的經濟大幅的倒退 它可能使台灣的房價 可能使台灣的股市 使台灣的經濟都大幅大幅的修正 然後導致呢 今天她所說的 站在她後面的台灣人民 都會因為她上台 而很可憐的受苦 郁敬兄好 蔡英文的 蔡英文的基礎她是說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是一人一黨 是沒有經過民主程序 那李登輝認為是 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蔡英文說 我不承認這東西 所以我上台以後 我要搞個台灣共識 至於台灣共識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是一個民主程序 大家要來談嘛 要看是什麼就是什麼 什麼都可以放到裡面來談 那她又說 這個 以前政府談好的一些東西 我沒有關係 我繼續幹 那包括 包括AQA 包括這些談判 基本上 雙方是以九二共識 做基礎的嘛 那蔡英文現在的想法是說 這個基礎我不要 我抽出來 我不承認 但是呢 老共讓利啊 這些東西我通通要 那可以繼續 這樣這個東西 不算 她裡面也通通都要 她要減少中國市場 對 但是她的意思說 不把EQA做廢掉 不在公投的這些東西 那另外她當然要去開拓 帶來談判團隊 開拓新的市場 而且要 而且要發展在地產業 也就是說 我不在大陸生產 我在台灣在地產業 它有兩個了 一個是開發新市場 一個在台灣生產這樣 那講的是很美 那實際上能做到這些 其他早就做了 那我只是請教就是說 蔡英文的想法是說 九二共識沒有了以後 我搞一個台灣共識 我是 我當選了 我當選 我有這麼多人支持我 那老共能夠不承認 我台灣的民意嗎 你一定要跟我談 而且很誠意 我花四個月跟你談 我還成立一個 兩岸對話小組 跟你談 然後呢 我們以前 國民黨談的 馬英九談的 都可以繼續談 都可以繼續幹 但是九號公司對不起 我讓台灣公司來取代 她基本上 她的理論是這樣 那你覺得通不通 有沒有可能 那老共到底會怎樣 北京會怎麼看 其實蔡英文這個是不通的 就她自己來講也是矛盾 她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她有一次就在討論 這個九二共識的時候 她有一陣子 她想用九二精神 九二精神 來取代這個九二共識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蔡英文也認為 1992年在香港 兩岸確實有一個香港會談 那麼香港會談達成的 大陸叫做各表一中 我們叫一中各表 那個就是一種共同意見 還是什麼都可以 還是一個共同的看法都可以 只是後來因為書起 把她這個東西 把她叫做九二共識 就好像說一個註冊上標 那麼民進黨就覺得說 這個不妥 因為我們可能要另放西教 但是他們後來有想到說 就是要用九二精神 還是要什麼九二會談的 什麼意見什麼那種 很多啦 但是就是有一個事實 你不能夠忽略就是兩岸 其實名稱怎麼叫無所謂 兩岸在九二年 對嘛 有一個香港會談 香港會談確實達成了 這樣的一個共同的意見 還是什麼叫共識也好 還是叫共同的看法也好 才能夠走到今天這種地步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 她的這個邏輯提出 這個台灣共識 而且是在一個很突然 而且沒有講清楚的狀況之下 只是用一個民主程序 只是用一個民主程序 要把它掩蓋過說 如何去處理兩岸關係 這樣一個模式的話 我認為是不行的 我現在要講一句話 我希望蔡主席能夠聽 我是你的救世 我也是真心誠意的想告訴你 其實我這兩三年在大陸 做這個課就在做遊走 其實你剛當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大陸對你的看法是不錯的 裡面也有人在讚美你 但是你去年跟馬英九那一場 ECFA的辯論 你基本上你把ECFA打成了一個 十二不赦 好像說全盤否定以後 大陸那邊對你的看法開始轉變 他說我們也弄了很多的努力 也不是說對台灣的同胞不夠 有意思啊 也有意思啊 大家互相這樣說 give and tag 然後達成了這樣的 ECFA的一個架構 那你民進黨全盤的否定 開始意見就不好了 再來就是 蔡英文當黨主席的時候 他經常講了一句話 這個老共也是很奇怪 他說為什麼台灣到今天 還沒宣布獨立 那你民進黨每天在那邊講說 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一點他們也認為說 那你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你這個台獨的思想 確實是很嚴重 所以對蔡英文的看法 就慢慢的從一個 本來一個比較中性還可以的 慢慢因為ECFA的辯論 ECFA民進黨的 這樣對ECFA的一個打擊 然後再來就轉到這個 意識形態的問題 到最近最要命的一點 就是台灣共識 因為台灣共識 大陸那邊的人認為說 你突然間拋出了一個 已經打破一個 已經是既定基礎 既成事實的 這樣的一個九二共識 連美國人都認為 九二共識是不錯的 可以的 但你突然間拋出一個 大家都看不懂的一個 台灣共識 然後拋出來以後 你還是很堅持 說這個台灣共識 要來取代九二共識 然後才要發展兩岸關係 那我認為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今天坦白說 這個大陸現在對蔡英文 蔡主席的一個看法 確實 他們現在是 站在一個 也越來越負面的一個看法 我們休息一下就回來